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8月是转为月跌了1.2%的幅度 另外美国的经济数据在上周五 就周末公布出来也不好 就是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出来 2019年8月个人所得出估月增0.4% 否则市场预期创6个月来最大的涨幅 但是公布出来的8月个人消费支出 则是低于预期的情况 个人消费支出其实是美国非常重要经济的动能 所以这个数字跌下来对美国股市的杀伤力不小 因为今年美国最大的经济亮点还在民间消费 民间消费一直维持不错的经济数据 但是上周五就周末公布出来这个数据倒是不好 差于市场预期的情况 这个8月个人消费支出PC月增0.1% 低于市场的0.3%的情势 另外台经院今天发布了8月制造业景气灯号 还是蓝灯连续10个月的蓝灯 那同时台经院认为第四季的景气的动能展望度 是会稍微转好一点 这个当然大家来观察 有没有有没有第四季的经济情况 现在目前真的 全世界目前的变数太多了 也很难很难讲得准 好那台经院现在是过河阻止了 上周五我们刚讲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如果我们当然讲说还原全息 历史新高272块半 收272块 台经院真的值这个股价吗 270块以上 市值7兆 7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值 2000多亿美金 这个市值比Intel还要高 所以台经院已经全世界数一数二大的半导体公司 如果以市值来看的话 那台经院的市值还可以持续在一路的推升 到8兆到9兆到10兆吗 当然市值要推升股价要继续涨 那外资光是单是一天上周五就买了60亿台积电 你看外资有多么喜欢台积电 60亿台币 天重朋友 都多少钱 吓死人了 一天买了19000多张台积电 台积电股价还会再继续涨吗 台股现在最中流砥柱的就是台积电TSMC 我们就赶快来请教投资家日报的宣企荣总监 清隆你好 穆浩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清隆今天同时要跟我们来谈一下挖掘明星产业物联网 对不对 这个物联网其实也要靠台积电 对不对 你说万物联网 IoT IoT没有台积电 不可能IoT 因为所有的晶片都要台积电来代工 你觉得台积电股价创历史新高 你的看法 其实从两个面向来看 其实第一个面向我们从价格面来看 其实过去我们在衡量台积电合理的股价 其实有一个非常 我觉得蛮具有参考价值一个指标 其实大概就是20倍的本益比 台积电的20倍的本益比 大概就是它合理股价的范围 那其实你看到它在2011年的时候 当时台积电的当年度的EPS是5.18 所以乘上20倍本益比 大概合理的股价大概在104块 所以你印象中我们过去 在2011年以前 我们认为台积电的股价很难跨越100块 其实大概就是20倍本益比 大概就是它的天花板 那这几年我们虽然看到台积电的股价 不断的在往上走升 但是不要忘了台积电的EPS 也是不断的在走高 那刚才有提到说2011年是5.18元的EPS 所以反应20倍的本益比就是104块 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 台积电的EPS已经来到10.18元 所以乘上20倍大概就是204块 就是台积电在当年度的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 然后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台积电的EPS来到了13.23 然后2018年其实台积电的获利没有出现蛮大的要征 大概还是维持在13.54 就是跟2017年差不多 所以乘上20倍的本益比来讲 大概就在265到270元 这个波动的区间 所以大概在去年以前 台积电的股价大概来到260元 就有很大的一些压力 跟今年也是一样 那所以其实我们要看未来 其实台积电能不能股价继续走上去 我觉得那个价格倒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参考就可以了 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它获利的一个内容 那我刚才有稍微统计一下 这些外资机构 其实对于台积电今明两年 我看到普遍来讲的EPS的获利预估 2019年大多数可以预估台积电的获利 应该有机会来到15块 今年 对15块 所以换算成 那就是300块 所以有美系外资把台积电股价看到320块吗 320块的话 其实就明年的EPS 明年的EPS 我看到外资大部分的报告 平均大概有机会是落到16块 所以16块乘上20倍的本益比就是320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 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或者是大家去思考 为什么这么多外资都已经把台积电目标 这样拉到300块以上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获利 其实是不断的在走深 它已经不像过去2011年2014年 那种只能赚5块10块钱 台积电这两年的获利 其实17年18年是有点陷入瓶颈 就是成长出现的瓶颈 但是很明显到2019到明年开始 又开始出现了成长轨迹 那为什么台积电会有这样子的成长轨迹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来自于它在先进制成的推进上 远远的把它的竞争对手抛在后面 7nm 5nm 对 7nm 5nm 像今年的 去年开始量产7nm 第三季开始量产7nm 那现在目前台积电7nm的产能 几乎全部满载这样 然后现在开始要考虑到2020年 就是明年的时候台积电5nm 也要开始量产了 然后按照目前的进度 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 在2022年的话 它在3nm的制程也即将要开始进行 不管是市场或量产的一个状态 所以很明显台积电有它自己的先进制成 推进的一个速度 那在先进制成推进的速度 大家知道未来的一些电子产品 不管是物联网或者是一些高速运算 或者是AI自驾车 大家会希望用到的晶片 就是效能要好一点 但是要更省电 就是一个晶片它怎么样效能变得更好 然后又变得更省电 就是要用更先进的制程去做生产 那过去我们有稍微算过 新的智慧型手机 大概用10nm到7nm生产 大概就已经到极致了 因为智慧型手机不需要这么聪明 它大概到了这种7nm 10nm 大概就是它可以使用效能的 最大化的一个状态了 但是未来一旦进入到AI用到自驾车 其实那个晶片需要的运算的功能 其实需要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把制程一直往前推的话 其实也反映在它本身的市值不断的推升上 那市值的推升上 股价的推升其实都是在于它 EPS其实都有跟着往上走样 所以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应该只要按照这样的进度再走的话 应该是来到300块 应该是可以指日可待 对啊台积电甚至喊出摩尔定律是可以被突破的 摩尔定律它过去的摩尔定律 它突破的方式反而不是用推进先进制程 它是改变封装的技术 这个先前也有在摩尔定律的节目中有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台积电透过它改变封装的技术 其实可以相同的一个制程的晶片的效能 还可以再提升三到六倍 这个就完全突破摩尔定律的那个状态 所以在摩尔定律应该没有太大意外 在2021年就应该 2022年大概就碰壁了 所谓碰壁就是走不下去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透过萎缩的技术 去让晶片的效能再提升 但是它可以透过改变封装的方式 去提升那个晶片的效能 所以它就换了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那这个思考的方式 其实也是台积电比较强的 因为台积电它能够把三星抛住在脑化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本身在封装技术 其实是领先群雄 我觉得它在封装技术 能够自己掌握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也是三星目前一直很难跨越的 一个很大的关卡 就是封装这一块 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像台积电 这么能够掌握到这么核心的一个水分的状态 台积电甚至喊出0.1奈米 0.1奈米 那个已经很难想象了 0.1奈米就是黑豹 黑豹那套衣服要靠你脸1奈米的晶片 对啊 以后运算的速度效率非常非常的快 挂一个项链可以 一秒钟有黑豹的那整套穿上身 那个真的是需要那种运算速度 对啊 真的 但我觉得未来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 它会朝向两极化的部分走 第一个部分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像AI这种 或者是像黑豹 要这么高效能的这种运算的 它需要很高制程的 很高很先进的制程去生产这些晶片 但是今天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讲的物联网 物联网就是把很多的物 物物开始相连 物联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制程的 生产的效能去生产了 所以以后大概我们看到大概大概在20奈米上下的 应该就可以去支应物联网它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天节目中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高阶的 当然在台积电的领寓下会不断的往上产 那AI这一块自家车这一块它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物联网的商机 尤其在这几年半导体的一个资源的情况之下 其实到2020年应该会进入到一个比较爆发期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台积电的营收已经很大了 它一年已经来到上造的营收 那根据一下目前雇能研究报告他们的显示 明言的时候全球的物联网 它的整个的商机是可以来到3890亿美金 3890亿美金就相当于台积电12倍的营收 所以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实要等着去被开发 那在这个3890亿美金的物联网商机中 其实它有三大成长最快速的一个领域 那这个分别为建筑物的物联网 还有包含了车用的物联网 包含了医疗的物联网 那我在看这份报告的时候 是有点让我有点意外 它既然我们刚才提到 像建筑物的物联网 车用的物联网 跟医疗的物联网 这三个领域中 其实按照研究机库 他们的推幅成长最快速的 穆浩哥你觉得是哪一块 是建筑物还是车用还是医疗 我觉得应该是医疗 医疗 因为医疗的应用很大 人命关天 对 人命关天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我一开始看到是车用 我觉得我自己想象的是车用 我觉得车用才是一个很大 以后所有车子 都要自己能够自己驾驶 不需要人类的驾驶 但是这份报告的显示 医疗物联网 它的年增率 大概是维持在28%左右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这个车用建筑跟医疗的三大物联网的运用 到底台湾有哪些公司可以沾到边呢 我们等一下来请教孙庆龙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继续请教孙庆龙 您刚刚谈到了三大物联网的运用 成长率 成长最快的应该是医疗 木华哥猜医疗 然后我看这份报告之前 我原本自己猜的是车用 车用 结果答案是另外一个 建筑物医疗 真的吗 建筑物的物联网 这个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建筑物的物联网 那刚才医疗的物联网 大概年增率 大概是可以维持在28% 然后车用物联网的年增率 大概是可以来到30% 但是建筑物的物联网 成长率可以来到42% 年增率 为什么 其实因为它的需求会比较快看到 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使用到 那其实我觉得这些内容 刚好也想到我这段时间 其实我自己家里的改变 它所谓的建筑物的物联网 包含了你的家庭 家里的一般的人的家庭中 很多东西它都可以做到 那种电子控制的状态 比如说家里的灯 家里的冷气 像我自己家里 像我家自己的窗帘 其实你也可以用网络把它控制开启 然后家里的电灯也可以 你家窗帘有装那个马达 有是电动 那不便宜 还好 我有比较认识着优惠的厂商 然后最近还有安装一个电子锁 我现在出门我已经不用带钥匙了 我只要按密码 甚至以前可能我爸爸 我妈妈可能来我们家 他们还要拿钥匙 现在我不用 他们其实告诉我他要来家里 我直接把他们开 直接在外面就可以把他开锁了 这个其实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远端遥控的开锁 甚至我可以在 我人可能在欧洲 我可以把我家里的电视打开来 人在日本 可以把我家里的空气 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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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打开来 这个其实就是那种所谓的建筑物联网的一些应用范围 过去大家总觉得好像离我们还蛮遥远的 但是以我自己来看 我这几年好像陆陆绿绿绿的就开始把家里很多东西 莫名其他就让他连上网了 那连上网有没有比较方便呢 老实说还没感觉到那么方便 但是确实是已经有那个的生活形态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另外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些建筑物联网的部分 他运用的有包含刚才讲到像什么窗户控制 窗帘控制 还有家里的空调控制 还有些照明控制 还有你的电器的控制 但是真正在建筑物联网应用最大的 其实在智慧电表这一块 这个才是全面性的会进行到大爆发的一个状态 那智慧电表其实刚好 因为我家里在去年来前年也装了智慧电表 就我们一般的还是传统的电表 那智慧电表跟传统的电表有什么差别 其实差别应该就不用 不需要派人来抄电表 因为它的数字 它每个月人使用的状态 其实它就可以上传到台电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用手 在网路上你就用手机可以查询 这个愿意使用电力的状态 然后另外我觉得感觉差别比较大 就是那个夏天的电费变便宜了 就蛮明显变便宜了 因为其实它在智慧电表 它在使用上 它们会 它一般像台电 它们在夏季会有夏季的电费 那夏季的电费都统一 大概在落在4.6到5.6 每度左右的水准 但是如果你是安装智慧电表 它就会给你分离风时段 跟尖风时段的用电的费用 但是差蛮多的 像如果是离风时段 你用电在夏天的时候 每一度才1.8块而用 1.8 平常你没有装智慧电表 你一度大概会用到4.6到5块钱左右 但是你如果装到智慧电表 你离风时间的用电竟然只要1.8 那会觉得离风时间 会不会我根本用不到 不会 因为台电它设定的离风的时间 晚上10点半到隔天早上7点半 这大部分都是我们回到家 然后晚上开冷气睡觉的时间 所以它为什么对家庭来讲 这个时间是尖风时间 但是对于工厂来讲 这个时间是离风时间 所以其实台电在设定的 所谓离风跟尖风用电的配置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一些家庭在使用 这个离风时间的用电上 其实它会省到不少的电费 智慧电表是台电装的吗 台电装台电自行吸收 装一个智慧电表只要8千 8千块 然后台电自己吸收 那为什么你家可以装智慧电表 其他人没有 去申请就可以了 就突然有一天我在那个新闻中看到 可以安装智慧电表 然后又比较便宜 然后我想说比较便宜 那我就来试试看 所以你上网申请的是吧 我就直接去台电的办公室嘛 我们家这边的那种台电的办公室说 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申请智慧电表 他说你要申请哦 好 他就安排个 你也不用在家 因为电表都在家里的外面嘛 他不会进到你家里来嘛 这样 他就时间到了就把你安装 很快 好像一个礼拜就作业完成了 之后就 只是他的差别就是每个月结算电费一次 之前电费是两个月一次嘛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智慧电表 是每个月结算一次 然后你有统计过啦 大概你用电量超过 一个月超过700度的 那个省电的效果 不是省电 省钱的效果比较明显 一个月要超过 700度那很 用电量蛮大 用电量 如果冷气这样吹的话 应该 应该 夏天的时候 应该蛮容易超过的 对我家庭来讲 是蛮容易超过的 他有算过 那如果是700度以下 就没有这么的 省钱的效果没这么明显 那我要特别强 其实现在目前全台湾安全台湾大概有一共有1452万户的家庭 然后目前有安装智慧电表的只有20万户到今年的20万户 然后台电今年开始这几年要开始大力的去推广那个智能电表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预计会来到60万户安装 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会来到100万户 是明年 所以现在20万户到明年会来到100万户 会成长了将近五倍 到2030年的时候会来到600万户 他希望能到2030年有600万户的家庭都是使用智慧电表 那智慧电表对台电来讲 它其实可以让它在计算那个电力的发电量 或者在储备电力的那种备载上会让它比较精准一点 所以我觉得台电目前其实规划了这个方向 那因为平均每装300万户大概需要 大概投入大概200亿左右的商机 200亿左右的那个设备去更新 所以按照目前看起来 未来这几年光是在台湾 光是在台湾 光装这种智慧电表的商机大概就超 大概就在400亿到500亿 台电已经亏得很惨了 还要再花这个钱 这个比 因为这个一定要做的 因为其实未来大家知道 核是没有在运转的 然后风力发电的成效 也还在一个未知数 那要怎么去应变我们台湾未来的人员的 用电量的稳定 这只能从开源截流开始 开源这个比较困难 现在目前看比较困难 看截流嘛 那用智慧电表这件事情 对于人员的消耗跟使用上 消耗的降低跟人员的使用的效率上 其实会有大幅上升 那哪些厂商在做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其实目前当然就是有几家 像他有分为一个是做智慧电表的嘛 里面有像大同啊 中兴电工啊 还有康书他们都有在做 这两家我都没感到害意 都不知道这样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晶片 有一些晶片的部分 其实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部分 哪些 晶片像有一些像原相啊 然后有一些像还有一些 久忘不在我们上 久忘久啊 亚力 亚力 亚力其实他们都是做里面的感测的部分 这个其实大家稍微可以留意的 好 智慧电表是未来的趋势跟潮流了 非常谢谢孙千鸿总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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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